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是去问大多数飞行员他们都会告诉你 可以走下飞机的降落都是好降落 但是可没有完全安全的紧急降落 特别是必须降落在水面上 然而一些有天赋的飞行员可以驾驭这只大铁鸟来创造奇迹 即使这铁鸟是载满乘客的大型飞机也一样 接下来将与你分享四则飞机迫降在水面上的故事 而且没有任何乘客受到伤害 但我们开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个 如果没有陆地的话 为什么水面迫降也能叫做着陆 也不能被说是降水 那样就太奇怪了 幸运的是航空界想到办法 水面降落的飞机 现在有自己的特殊术语 就叫做水面迫降 这对于飞行员来说是最难的挑战之一 主要是因为训练飞行员时几乎不可能模拟这个状况 特别是在1956年 那时候可没有模拟训练 就在那一年 航空史上第一次在水面迫降成功 而且还不是随便一架飞机 是一架波音377同温层巡航者 带有四颗发动机的巨无霸客机 这是第一架带有增压舱和双层客舱的飞机 有了双层客舱 机上可以多载100名乘客 但在1956年10月16日这天 飞机上只有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 泛美6号航班本该是一班环球航班 并在沿途停靠几站 正是从潭香山到旧间山前的最后一次起飞 不幸的是 在飞行中 当飞机高峰爬升时 其中一颗波音发动机超出了速度限制 并停了下来 虽然缓慢 但却可以肯定的是 飞机开始朝海面下降 并且无法保持高度 4号发动机也开始出现故障 此情况变得更糟 但飞行员仍然设法把负荷分配给剩余的三个发动机 并保持5000英尺的高度 尽管如此 另一个问题还在 他们没有足够的燃料飞到旧金山或回到檀香山 水面迫降是唯一的选择 但那时候是晚上 天色暗到无法看清前方 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很可怕 但这实际上很刚好 因为他们必须尽可能的消耗燃料直到天亮 飞机的重量越小 就越容易降落 白天对飞行员的帮助非常大 因为海面一直在变化 总会有波浪 为了成功在水面迫降一架飞机 飞行员必须在两个波浪之间降落 与风向垂直 否则 飞机会裂成两半 没错 降落的水面可没有比薄油软 如果飞机在水面迫降时试图放下起落架 那波浪就会打断轮子 水会流进舱口 烂点子 就像你想的那样 浙江大大减少飞机飘浮的时间 这是你在海面上等待救援时最不想遇到的状况 幸运的是 对于泛美航空6号航班上的人来说 他们根本不用等待 在清晨时分 飞机以103英里的速度进行拓降 机身无法承受打击而裂胎 这架飞机只花了17分钟便沉没 之后 飞机上的31人安然无恙 救援在沉没前3分钟就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 表扬这些飞行员可还不够 他们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但他们不是唯一遇到这种状况的人 还有其他例子 在1963年夏天 除波列夫图124 机上共有52人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上空盘旋 试图在涅瓦河上进行迫降 这架飞机的状况在飞机从塔林起飞后立刻发生 飞机的前轮无法收回 但飞机也无法回头 该去的雾气太浓了 由于飞行本来应该要飞往莫斯科 但沿途最安全的降落点则在圣彼得堡 当地机场的地情无法及时准备好跑道 图124燃料耗得太快 很快的 其中一颗发动机耗尽了汽油 并停止运作 飞行员知道他们不仅要对机上人员的性命负责 还有地上居民的性命 他们甚至不知道来自天上的危险 看来在聂网河迫降是无法避免了 飞行员不仅成功地在城市中心的河上迫降 而且几乎没有撞到任何桥梁 事件发生后 所有52人都活着 你可以把它称为奇机 但我认为绝对是机长英勇的行为 但奇机肯定存在 是这样 在河面或海上进行迫降是一回事 但在不知不觉中将飞机降落在水面上 并完美降落且没有人员伤亡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这就是日本航空2号航班的情况 道格拉斯DC-8在旧金山海岸附近的水面上迫降 该事件的第一条报道写道 今天有一架大型喷射客机堆毁在旧金山海湾 海岸警卫队说这架飞机倒在农物中 实际上事件并没有写得这么夸张 但也不能说不奇怪 BC-8的飞行员甚至不知道它正降落在水面上 地面塔台也注意到导航没有问题 但实际上飞机距离跑到2.5英里 由于农物所引起的低能见度导致了该错误的发生 当飞行员终于看到它降落的地方时 已经来不及了 对于乘客来说 特别幸运的是 飞机离港湾不远 那里的海水只有23英尺深 DC-8不可能沉没 96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毫发无伤 连淤青也没有 他们很快就被警察和海岸警卫队的船只救出 最后 飞机上最多人数水面迫降的记录保持人 美国航空的空中巴士A320-1549航班 也被称为哈德逊骑机 发生在10年前的1月15日 造成这场灾难性事件的原因 不过是一群撞上引擎的鹅 但由于有对空中巴士寥落指掌的机师 以及飞机巧妙的设计 机上的155人都没有受伤 空中巴士A320的工程师 注意到我刚刚告诉你过的意外事件 这架飞机有一个水面迫降扭 可以帮助飞机在降落后长时间漂浮在水上 它会密封飞机下层的大部分凹槽 以防止水进到内部 这的确能在哈德逊奇迹中发挥作用 但飞行员只有很短的时间进行水面迫降 因为鸟及时的空中巴士2颗发动机都失效了 没有生力让它保持在高空 事件发生时的高度为海拔近3000英尺 唯一的选择是进行滑行 并希望尽快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随着高度下降 他们要求降落在附近的跑道 但他们知道能降落的地点很明显 就在空中巴士A320的前方 哈德逊和 这次水面迫降不算顺畅 但却是最成功的一次 飞行员在确定其他所有人都撤离前 都没有离开飞机 这个水面迫降最令人惊讶的是 在它失去发动机后的精准度 飞机在哈德逊河的几艘游船附近迫降 所以 救援很快就来了 飞机也没有撞上任何船只 哪个故事让你印象最深呢 请在留言中告诉我们 如果你今天学习到了新的东西 那就给这个影片一个赞 并与朋友分享 但是 嘿 先不要离开 我们有超过2000个很酷的影片 可以查看 你所要做的就是选择左边或右边的影片 点击它 然后享受吧 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